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5月20号之前将会在三芝 瑞芳 树林 鹰哥 石定等地方举办一系列的生态导览活动以及客家文化美食的介绍等等 让大家出来除了走一走 大家也都觉得很健康 流流汗 然后也来了解我们这个地方二八十植物园确实有很多原生的植物 它这边的生态是用生态工法来做的这些步道 运动一下流流汗 然后能够来认识更多的多样化的植物 这个植物园也是我们第一次过来的 经由这次的新北市Jump Park这个活动 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这个公园里面做参观 那经由这个导览老师的一些介绍 让我们除了当然除了这次的主题同花之外 也了解到很多不一样 认识很多不一样的植物 对 然后希望之后有机会多办类似的导览活动 然后让大家更接触大自然 台东东河乡的东河国校 为了让小朋友体验传统阿美族的文化 特别在马武库西夏举办传统竹筏的体验活动 有长辈带着小朋友一起 划过过往捕鱼套生活的溪流 回顾祖先生活的点滴 一群东河国小的小朋友 正准备进行今天的海洋教育课程 这项课程不单只是操奖划船运动而已 更代表着阿美族传统渔猎的文化传承意涵 每艘竹筏由家长负责领军 教导部落的年轻子弟 回溯先祖开垦生活时期的点点滴滴 主要用的吃水的那个深度一定要够要平均 那以前我们的祖先就是在这一条是抓鱼 这些祖法以前是抓鱼的工具 在大家没有抓鱼所以我们就推展这个所谓的体验的活动 这个祖法就是当时为了要生存 然后才有的一个工具 今天的课程是一个代金教育课程 然后也结合我们的海洋课程 那我们的海洋课程跟我们这条东河桥下的锡叫做猫鼓锡 我们把就是让小孩子和老人家一起来体验 或者是去回顾以前老人家在这个东河桥下怎么过生活 两个小时的课程下来不但大人是各个满头大汉 小朋友的笑声更是传遍山谷与溪流间的各个角落 从空中俯瞰原本临近的溪流 一时间也充满着大人和小孩互动的欢乐声响 这条马武库西几百年来孕育出好几世代的阿美族人 沿着溪流以海为生的生活习惯 能够完完整整的世代相传 未经见课程中 我们在说因为我们下集的是 赶紧用券不是可以 sleepy rooms 我们下集广相同的身份 点质没 SOL 太棒了 要 strains